第658章再见火无方 龙晨很关心火无方的近况 上次龙晨给火无方下了独家秘方 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九黎秘境之中 因为火无方 龙晨被正邪两道加工 害得叶之秋和陆方尔双双陨落 龙晨心中恨意滔天 给火无方下了一种混合毒 那是一种几乎无解之毒 深入他的骨髓 让他的骨头无法续接 在九黎秘境的时候 龙晨把火无方全身骨骼都捏碎 无法续接 他就成了一条鼻涕虫 连行动都无法做到 每天周身剧痛难忍 受尽折磨 马德 提起这事就一肚子火 当初这个白痴 非要嘚瑟去玩冒险 结果去了九黎秘境 被龙晨给打成了死狗 不得不说 这个龙晨真是个狠角色 可惜了 听说他陨落了 否则我一定要请他喝一顿 方大少有些惋惜的道 原来火无方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的 龙晨下的毒 太过复杂 不知道配方 根本无解 火家能人无数 也基本摸清了纳毒的配方 可是这种东西 谁也不敢配置解药 因为稍微出现一点差错 火无方立即暴毙 这个风险太大 要知道火无方可是火家的单修奇才 从小娇生惯养 造就了他蛮横跋扈的性格 所以他敢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九黎秘境去冒险 结果栽在了龙晨手中 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就在半个多月前 这个白痴竟然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当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来才知道 火家请来了一道圣手 花费了无数资源 竟然硬是把这个混蛋的骨头 全部割去 重新塑造了新的骨骼方长道 换全身骨骼 这需要 这需要花费无数代价吧 龙晨刚说需要 忽然一顿 他需要扮演一个所知有限的角色 可不是吗 全身换骨可是需要一个强大的肉身 把别人的骨骼 移植到他的身上 这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 光是配置各种药液的花费 几乎可以买下半个丹阳粥了 也不知道火家的龟孙子这些年 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这么恐怖的一枝树 也做得起柴烈火 有些愤愤不平地插嘴道 半个月前 那也就是龙晨被发配混乱领地不久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 当龙晨拒绝了提供解药和药方 火家不得不肉痛地用其他方式救火无方了 嘿嘿 你们的割肉之痛 想要嫁接给我 想得还真是不错 可惜 老子会让你们更痛的 如今火无方 不光恢复了身体 秀卫也一下子突破到了先天境 看来 太医植的骨头恐怕不简单 方长道 这个火无方很强吗 两位大哥 为什么如此忌惮于他 龙晨见两人提到火无方 眉头紧锁 不禁问道 方长和柴烈火都对射一眼 有些无奈道 那火无方的人品就是个垃圾 但是炼丹之术极为恐怖 他的灵魂之力达到了天阶三品 比你还要高出两个品阶 跟龙三你不同的是 你是跟你师父修行 你师父不过是一位单师而已 但是火无方从小就得到火家的权力培养 你跟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你也不用气馁 以后有我们在 你的炼丹之术 一定会有飞速的提升 方长安慰道 龙晨出身贫寒 但是他有极大的天赋 而丹修最重要的就是天赋 只要年龄不过百岁 都是可以培养的 何况龙晨只有十八岁而已 多谢的话 我就不说了 两位大哥放心 你们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我这条命 就跟火家硬拼了龙晨拍着胸扑道 哈哈哈哈 好兄弟 走 咱们继续喝点 方长哈哈一笑 拉着龙晨出去 继续与众人喝酒 见龙晨如此有胆识 对于火家一点都没有距异 令方长大喜 一顿酒喝得十分愉快 当天龙晨直接被方长安排到了自己的会馆 龙晨刚准备休息 立刻来了十几个庙龄女子 要侍奉龙晨安睡 见那些女子衣着暴露 私处若隐若现 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是要给他开除啊 龙晨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 尤其那些女子 长得都不错 龙晨又血迹方刚 立刻就有了反应 不过回想起来 唐婉儿 孟奇等人 那团火立刻就熄了 跟身边的美人相比 他们不过是一群雍之俗粉 要是把自己宝贵的东西 交代在这里 龙晨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不过那些女子哀怨的表情 把他们赶出了房间 三天后 龙晨等人被召集了起来 这次龙晨发现 方长的队伍又壮大了许多 有三十多人了 应该是后来 又挖掘到了一些 单修强者 走吧 今天是大笔出事 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 大家去走个场 方长道 那天龙晨去的地方 是报名点 这次是出事 是所有通过报名的 单修强者的第一次考核 当然 这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测试 但是流程 还是必须走的 这是规矩 也是为了让参赛者 能够有个心理准备 能以更好的状态 进入以后的比试 出事并非淘汰制 只是让大家熟悉一下环境 也就是说 这次就算炼丹失败 也没事 只不过会被人嘲笑而已 跟住方长 向宝塔区中心地带走去 远远就看到了 那高耸入云的七宝玲珑塔 即使以龙晨的定力 也不得不感到震撼 这七宝玲珑塔方圆十里 深入云端 根本看不到顶部 这是一座庞然大物 远远看去已经够震撼了 如今走近了 更加让人兴起摇曳 心生敬畏 场地就在七宝玲珑塔 前方广场上 整个广场上 有着近千个小小的台子 每个台子方圆十丈 上面有着编号 那是炼丹台 在广场的外围 已经站满了人 这些人都是丹修 是过来看热闹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因为能够进入出事的人 都是精英级丹修 观看他们的炼丹 也是一种学习机会 也是出事的意义之一 哟 这不是方大少吗 这次就招了这么点人啊 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忽然一个让龙晨 感到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龙晨顺住声音看去 不由得乐了 火无方 如今的火无方 又恢复了当初的样子 不过身材有些变了 整个大了一圈 显得极为魁梧 应该是移植的骨架 比原来他的大了两号 而且样貌也有点变化 原本长相还算不错 不过如今脸变方了 肉都被撑开了 嗯 有那么一丝屠夫的味道 在火无方身后 竟然有一百多号人 跟在他的身后 龙晨在那些人之中 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是当初一起报名的几个人 断天骄赫然在内 看来他被火家给勾搭走了 火无方这边只有三十多人 但是对方却有一百多号 差距有些大 火无方并没有注意到龙晨 因为龙晨现在的样貌 非常的不起眼 不容易惹人注意 火无方脸上 还是带着那种 让人极为讨厌的笑容 还是那个协助眼睛看人的习惯 龙晨不禁暗叹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动作 火无方啊火无方 你这次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火大少 看来你读书少啊 没听说过贵金不贵多吗 蚂蚁倒是多了 但是你见过蚂蚁称王称霸吗 方长淡淡地道 蚂蚁多了 一样可以咬死大象 难道方大少没听说过 看来方大少读书更少啊 火无方没说话 他身后的一个男子站了出来 啪啪 那个人刚刚说完 方长抬手就是两个大耳光 直接把那人抽得鼻孔串血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方长副手而立 这两巴掌抽得相当帅气 颇有龙晨之前抽人的味道 我记得你 你就是那个报名时 名字跟某种动物 传宗接代的器官相同 对了 你就是狗鸡拔 龙晨忽然指着那人道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狗鸡 这么一说 长得还真有点像 细细长长 头顶光光 这名字名副其实 龙晨身边有人剑缝插针的道 你 你 你 火无方看到龙晨忽然一脸的惊骇之色 指着龙晨连说了三个你 龙晨心头一惊 麻痹的 难道这样都能被认出来了 这下恐怕要完蛋了 不对 你不是他 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火无方一摇头道 哈哈 某些人被龙晨都吓破胆子了 龙三 要不以后我帮你改变一下容貌吧 方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火无方确实吓了一跳 因为看到龙晨的眼神 他立刻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真的是太像了 但是细看之下 这人跟龙晨不同 虽然身材相似 但是肤色 五官 都不一样 而且这人的瞳孔里有着一丝暗红色 跟龙晨完全不同 如今被方长一笑 火无方顿时怒气生疼 忽然这时 柴烈火也出现了 与方长站在一起 龙晨眼珠微微一转 看了一眼刚刚从地上爬起的狗鸡巴 一道极为隐晦的灵魂之力 缓缓探出 狗鸡巴脑袋昏昏沉沉之际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张口大叫 干柴烈火 来日方长 丹阳之舟 为火无方 第659章 丹羞大战 我草你牢牢 你马来的大饼 柴烈火和方长立刻大怒 冲上去对住狗鸡巴 就是一顿狂殴 他们最忌讳的 就是干柴烈火和来日方长 这两个词语 啊 狗鸡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方长一耳光 抽碎了下巴 而柴烈火更加狠 一脚踢在他名字的部位 让狗鸡巴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喂喂 不要动手 火无方也傻眼了 他没想到 这个狗鸡巴 竟然会冒出这么一段话 直接令两人抱走 赶忙去拉架 毕竟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 这可是在七宝玲珑塔前啊 是丹塔的神圣之地 怎么可以发生斗殴这种事情 会令高层震怒的 最重要的是 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围观呢 见火无方动手拉架 火无方一起的人 也赶紧上前 希望把他们分开 好机会啊 龙尘眼睛一亮 忽然怒吼道 混蛋 拉偏架 下黑手 兄弟们 不能看到大少受辱啊 揍他们啊 龙尘说完 第一个冲上去 二话不说 见到火无方屁股对住自己 直接一脚狠狠踢在他尾巴根的位置 砰 火无方猝不及防之下 尾巴根传来一阵剧痛 火无方脸色油白变绿 油绿辫子 终于还是发出一声惨叫 人如穿天猴一般飞出 尼玛 屁股怎么这么硬 龙尘一脚将火无方踢飞 可是脚尖竟然隐隐生疼 这一脚没有把他尾骨踢碎 竟然反正地生疼 不对 这个混蛋 这身骨骼绝对有问题 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个问题的时候 随着龙尘出手 自己这边的人也纷纷出手 开什么玩笑 这个时候 谁赶不上前 这要是稍微犹豫一下 都会显得自己不够忠心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宁愿被打伤 也绝对不能一拙光鲜地站住 否则事后没法交代 所以龙尘一带头 让不少人心中懊悔 这个表忠心的机会 竟然让龙尘给抓住了 但是他们也不能落后 纷纷举起拳头 对住那些人杂取 马德 他们偷袭火大哨 我们跟他们拼了 火无方被龙尘一脚踢飞 因为场面太过混乱 谁也不知道这一脚是谁踢的 但能肯定的是对方没错 于是火无方这边的人 也蜂拥而至 劈里啪啦 哎呀卧槽 一时间各种难听的喝骂声 各种身体的碰撞 如同一群地痞无赖一般 拼命撕打 十分壮观 这里的人 都是高贵的丹修 即使战斗也都是拼当火之力 肉搏经验几乎未灵 连一些地痞流氓都不如 都给我助手 突然一声怒吼传来 朕的众人耳骨轰鸣 一些人更是被朕的耳骨一血 一时间什么都听不到了 龙尘心头一领 终于有强者出面了 龙尘赶紧拉着柴烈火和方长 退出人群 之前龙尘立护二人 两个人的衣服还算完整 而其他人都衣衫破碎 狼狈不堪 呼 陡然间一道火焰飞过 直接将二人包裹 忽然间凄厉的惨叫声消失了 同时两个人的身影也消失了 两人竟然被直接击杀成灰 龙尘等人心头一领 急忙向前看去 只见一个老者脸色铁青 双目之中杀一沸腾 宛如两把利剑 塔执大人 柴烈火和方长都心头一领 急忙攻身失礼 那人是一位塔执 不属于三大家 直接归丹鼓管辖 是来监管考核评选的 如果是任何一家的强者 他们都不至于畏惧 但是这个塔执大人 代表的是丹鼓 他们可不敢放肆 塔执大人 背后是丹鼓 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刚才一怒之下杀了两人 可见他已经处于暴怒的状态了 砰 忽然间 空中一个人影重重地砸在地上 赫然是被龙尘一脚踢飞的火无方 龙尘的一脚力气太狠了 直接把他送上了虚空 这个时候才掉下来 火无方掉到地上 一声不吭 双手捂着屁股 不停地打滚 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啪 那塔执大人 一脚踢在火无方腰部下方 龙尘眼睛微微一缩 这个塔执大人好高明 那一脚切断了火无方的痛楚神经 痛楚神经被切断 火无方立刻站了起来 虽然心中一肚子火 但是不敢发出 急忙恭敬行礼 塔执大人 两个丹羞被杀 一时间所有人心头凛然 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一声不吭 那塔执大人 脸黑得跟锅底一样 双目之中杀鸡四翼 冷冷地扫向众人 众人不禁提心吊胆 生怕被他看不顺眼 也一击毙命 都低着头一声不吭 一群混账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塔执大人怒吼道 一个堂堂屁海径强者 浑身颤抖 连声音都哑了 可见他都被气成了傻样 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你们都是高贵的丹羞 竟然学痞子打架 你们可真有出息啊 打架也就罢了 还跑到七宝玲珑塔前 在出事之地打架 让数万人来欣赏你们打架 是不是我应该摆张桌子卖票 塔执怒吼道 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丹羞 不禁暗暗点头 确实 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确实应该卖票 票在贵 我们也买 来人 今天出事取消 改到明天 另外在场所有人 都交出身上的刘颖玉塔执大声道 随着他话落 立刻出来一大堆强者 将远处的人全部都围住 一个一个盘查他们 没收了全部刘颖玉 关键是不没收不行啊 如果这要是流传出去 丹塔要成为整个修行界的笑柄了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进来 塔执大人一声冷喝 直接把他们带进了七宝玲珑塔 并且把大门关闭 见没有外人了 那塔执怒吼道 给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启禀塔执大人 是火无方带人挑衅我们 而且还只是手下骂我们 让我们颜面受辱 气愤不过 才动手打人 弟子年轻气盛 却有过失 请塔执大人处罚 方长恭恭敬敬地道 方长的这番话 说得很到位 先说出火无方挑衅 明明自己是受害方 依旧坦然承认错误 让人听着舒服 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们先动手打人的 火无方怒道 甘柴烈火 来日方长 丹阳之舟 为火无方 哼 火无方你居然如此恶毒 编造这种无聊之词 来羞辱我二人 塔执大人 是可杀不可辱 您说 一个人站出来 点住鼻子骂我们 我们如果忍了 还是男人吗 柴烈火站出来道 那塔执大人 之前怒气满脸 但是听到这些词语后 脸上肌肉连续抽搐 那是想笑 但是又狂憋着 才造成的肌肉抽搐 他不敢笑 如果笑了 这件事就没办法处理了 他使劲地憋着 同时心里也安骂 到底是特么谁这么有才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我根本没有让他说这些 火无方路道 但是他说了 所有人都听到了 他是你阵营里的人 不是你教他说的 他怎么会说这些 龙辰冷笑道 火无方 你 够了 塔执大人立合一声 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 也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 在七宝玲珑塔前斗殴 就是对单塔的不敬 如今出事在即 我先不处罚你们 但是这件事 我给你们所有人都记住了 等大笔结束后 我再慢慢跟你们算这笔账 都滚蛋吧 记着明天都给我老实点 如果再敢放肆 就算你们家族 也保不了你们 明白吗 明白 塔执大人 能不明白吗 两个丹修都被您给灭了 不明白也不行了 回去之后 方长和柴烈火直接大摆筵席 庆祝今天一战告捷 太爽了 兄弟们 你们太英勇了 都是好样的 一场战斗 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方常举杯大笑道 还是龙兄威武 一脚把火无方送上天 看到他扭曲到变形的脸 我 真特马的爽啊 柴烈火也大笑道 来 为了我们今天的胜利 干杯 干杯 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一场撕逼大战下来 大家起码在气势上 团结了许多 一直喝到深夜 大家才返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早 龙晨等人精神抖擞 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直奔出事场走去 第660章 出人意料 场地还是那个场地 观众倒是比昨天多了许多 密密麻麻一大片 把外围给挤满了 你们说 他们今天还打不打啊 是啊 昨天听你们说的 会声会色 那叫一个过瘾 我可是半夜就来了 就为了占据有利地形了 谁不是呢 听说女丹修 胸脯都露出来了 我今天就是过来 开开眼界的 本人月女无数 但是女丹修的身子 可还没有机会看一次 老天保佑 让战争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的意思是 这次打得杜都满天飞呗 嘿嘿 真的好期待呢 当龙臣听到这些人的声音 差点没晕过去 果然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昨日一战 可是真的出了名了 多亏那位塔之大人 有仙剑之名 把全场的流影欲没收 否则丹塔要名扬四海了 不过这边队伍之中 有几个女子 就有些不自然了 哇 出来了出来了 看到没 就是那个穿蓝色长裙的 她昨天胸就漏了 好家伙 一只胸 有这么大 两只手都抓不过来 一个男子忽然惊呼 还用手笔画着 那个穿蓝色长裙的女子 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被这么多人盯住 她很不舒服 呀 火无方那边的也出来了 那个头戴紫禁凤差的女子 看到没 有人惊呼 看到了 怎么说 她昨天上身衣服都打飞了 可是直到后来 我才发现 她是个女的 为什么 因为她一点胸都没有 光板一个 差点看走眼了 随着那人的话 好多人的目光 向那的女子看去 果然一马平穿 不分前后 随着三边人马的到来 整个场面 一下子变得火药味 而更加浓郁了 火无方 你的尾巴好点了没 方长率先问候道 哼 一时的得意 不算什么 没关系 咱们来日方长 走着瞧火无方伦哼道 草你马的 你还说那些话 不是你说的一句来日方长 一下子让方长暴跳如雷 哼 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 别跟个娘们一样 有能耐 还是赛场上见真章吧 到时候看看 到底谁手下的人辱为多 最终的冠军得主 花落谁家吧 上次一战 大家彻底撕破了脸 火无方也懒得争辩了 火无方不争辩 这让方长和柴烈火更加确信 就是这个家伙 编排了那些话 故意齐二人 忽然前方大门打开 一群人缓缓进入场地 那些都是报名过后的担休 既然有七百多人 这些人其实昨天就到了 只不过他们没有被点名照顾 只能走正常程序 他们也够憋屈的 在昨天 经过点名 排查 各种程序 终于到了门口 但是大门却不打开 后来直接告诉他们 改成第二天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里面打架了 今天他们终于出来了 不过他们这里大多数人 都不被看好 因为被看好的人 早就被私下里拉走了 而且很多人过来参加 当皇大比 并不是为了拿奖励 那当皇大比 百年一次 而且还要年龄五十岁以下 灵魂力达到地阶才行 可以说极为严苛 这是一场单修的盛典 所以只要能够通过报名 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了 只需要在大笔上露个脸 也能够让人名声大震 身价被争 很多人来都是为了露脸的 至于夺冠 大多数人有那个自知之明 他们都是来凑热闹的 常常见识就好 肃静 塔之大人出现 冷喝了一声 阻止了所有人的喧哗 接下来 分发号牌 拿到号牌之后 确认自己的位置 说完话 立刻出来了一些 穿住单塔服饰的弟子 手中拖着大大的方盘 里面全是巴掌大小的号牌 这些号牌都是乱的 没有顺序 跟场地上的台子相对应 不多不少 刚好一千枚 很快龙晨也被分到了一枚号牌 找到了自己对应的台子坐下 十丈见方的炼丹台 非常的宽敞舒适 接下来是出事环节 单要自选 无任何要求 成败不论 但求熟悉场地 为出赛做准备 现实为三个时辰 塔之大人的声音传遍了全场 出事开始 但听塔之大人一声令下 所有参赛强者 急忙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丹炉 药材摆满了整个炼丹台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 自己的炼丹台的尺寸 药材的摆放程序非常重要 主要是丹药大小不等 需要合理规划 免得炼丹的时候 先后顺序出错 越是高级的丹药 先后顺序越是不能出错 有些丹药炼制成药粉之后 可以长时间保存 而有些丹药 炼制成药粉之后 药效就开始在空气中挥发 所以这种药粉 通常都需要最后炼制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 凝丹的时间 保证丹药的品质 高级的丹药 丹方都无比复杂 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承担的成功率 所以这次不过是一个测试 但是所有人依旧神请肃穆 不敢大意 这里全是丹药级强者 全部都选择宁炼五阶丹药 因为难度较高 没有人敢粗心大意 虽然并非真正的鄙视 但是如果失败 那就丢大人了 咦 不会吧 那个小子在干什么 那是什么破丹炉啊 忽然间场外一阵哗然 不少人把目光盯向了龙城的高台 别人的台子上 都是摆满了各种药材 多则上百种 少的也有七八十种 而龙城的台子上 就摆了七种药材 而且还是极为低阶廉价的药材 让所有人不惊哗然 靠 不会吧 二阶丹炉 还有个缺口 他不会穷到这个程度了吧 当看到龙城的丹炉时 所有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是玩什么呢 二阶丹炉 只能炼制二阶丹药 再看看那些药材 这小子该不会是要炼制一枚二阶丹药吧 龙三 你玩什么呢 怎么不炼五阶丹药 另外你拿那个尿罐子出来做什么 柴烈火就在龙城身边的一座高台 见龙城这浮模样 不禁提醒道 我 身上只有这么多药材啊 这丹炉也是我的唯一 加档了龙城无奈的道 龙城要扮演的 就是一个穷破潦倒的炼丹师 主要是他原本的丹炉 不能用 那是火无方的家伙 一旦亮出来 会立刻被认出来 柴烈火差点吐血 你没有好的丹炉 早说啊 哥们帮你弄呀 你这个时候 弄这么一个尿罐子出来 这不是丢我们的脸吗 不许喧哗 塔之大人忽然冷喝道 柴烈火只能乖乖闭嘴 呼呼呼 忽然间 不少人手心之中 无数火焰缓缓升腾而起 已经凝聚丹火了 这一凝聚丹火 场面上各种颜色的丹火 争其斗燕 煞事壮观 瘦火榜排名第三十一的蓝星火 瘦火榜排名第二十九的赤炎火 外面的人发出一阵惊呼 因为这里的丹羞 凝聚的瘦火 都是瘦火榜前一百的瘦火 让外面的人大开眼界 惊呼不断 柴大哨和方大哨手中的瘦火 竟然一模一样 都是排名第四的炎莽灵火 有人叫道 天啊 火大哨手中的 那不是瘦火榜排名第一的 地龙金炎吗 当火无方亮出手中 如同黄金一般的火焰时 全场发出一阵惊呼 就连柴烈火和方长 眼中都浮现深深的震撼 他们想不到 火无方竟然弄到了 瘦火榜排名第一的地龙金炎 想都不用想 一定又是火家 花费了大力气搞到的 那地龙金炎 乃是一种名畏的 形容的天间魔兽 拥有的本命瘦火 这种魔兽相传是太古一种 几乎已经绝技 令他成为了 魔兽之中地霸主 听说一头成年的地形龙 就算是一位 屁海镜强者见到他 都要绕道走 嘿嘿 承让了 火无方手中单焰跳动 脸上浮现一抹灭视 斜着眼睛看住柴烈火和方长 挑衅之意异于眼表 柴烈火和方长冷哼一声 不禁脸色有些难看 在丹火之上 火无方占尽了便宜 哈哈哈哈 忽然远处传来 无数的嘲笑声 所有人都向龙臣望去 只见龙臣手中 竟然浮现出淡黄色的火焰 那并非受火 而是普普通通的丹火 是由龙臣自己的灵源 凝聚出的火焰 龙臣本身并非火属性强者 不具备烈焰符纹 只能凝聚出普通的丹火 有没有搞错 这样的垃圾货 也能进入出世 他是走后门进来的吗 有人不禁嘲讽道 白痴 不懂就不要乱说 他可是只有十八岁 灵魂之力达到天洁一品 只不过 只不过 出身贫寒而已 你们嘲笑个毛 有人认识龙臣 替龙臣打起了抱不平 柴烈火和方长 见龙臣拿出一副垃圾丹炉 又连受火都没有 心中不禁 一阵懊恼 自己提前问一下就好了 呼 忽然间龙臣微微一笑 大手一伸 只见药材同时飞入丹炉之中 手中火焰送入丹炉之下 魂力运转 丹火暴涨 第六百六十一章不停抽脸 草 有没有搞错 这是炼丹还是炖菜呢 他到底懂不懂炼丹啊 连之前的提炼步骤都不懂 这跟乱炖有什么区别 喂 小伙子 你应该在网里加点水 放点盐 否则味道不会好的 见龙臣如此胡来 外面那些没资格入围的丹修 不禁开始起哄了 龙臣这个家伙混进来 让他们很不爽 但是塔之大人 对于外界的喧哗 根本不予理会 他只管场内的众人 外界的喧哗和叫嚷 也是对炼丹的一种考验 要知道通常炼丹 都是在炼丹室内进行 绝对不能被外人打搅的 而如今在无数人面前炼丹 吵杂声入耳 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历练 如果静不下心来 为外物所扰 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而大比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丹修除了有强大的修炼天赋 还需要修炼出一颗清静心 这样的人才能在丹岛之上走得更远 如果因为别人一点嘲讽 就变得心浮气躁 这样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面对外面的嘲讽和周围人的不屑 龙臣从容淡定 灵魂支离运转 火焰急速升腾 温度开始急速上升 这 这 这不是真的吧 随着龙臣的动作 那些嘲笑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无不面色呆滞 就连台上的塔之大人 都目光微微一缩 只见龙臣丹炉内七种药材 已经开始缓缓融化 但是却精卫分明 并没有荣为一体 这是以灵魂之力 硬是把药材 给分开了 他的魂力也太恐怖了吧 有人惊骇不已 龙臣以灵魂之力 包裹住七种药材炼化 这简直是疯狂 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这对宝贵的灵魂之力 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问 忽然龙臣丹炉之中 七种药材全部都炼制成了药粉 其中两种已经开始融合 卧槽 这也太能装逼了吧 终于有人看出了门道 人家炼丹 都是一步一步来炼制成粉末 然后再进行炼丹 龙臣这是懒得走那个过程了 直接就跟炒菜一样 把药材一股脑的炼化 直接在里面融合 为了省事 用宝贵的灵魂之力 去分离药粉 这简直就是装逼了 要知道 别人炼丹 每一份灵魂之力 不要用到刀刃上 恨不得一份灵魂之力 掰成两半来用 万一到了后期 灵魂之力稍微有点不足 整炉丹都会报废 灵魂之力对丹修来说 是最宝贵的 轰 忽然龙臣把丹炉盖给关上了 随着关上了炉盖 人们的视线被阻 再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哼 装逼而已 那分明就是二截丹药 我们闭着眼睛都可以炼 他却拿来装逼 真是没见过事 什么 这么快丹成了 一个人正在嘲讽间 忽然间丹炉震荡 无尽的药箱 向四面八方袭来 那分明是承丹的前兆 这 也太快了吧 一群人要惊掉下巴了 这哪里是炼丹啊 这是炖肉的吧 开锅烂 刚刚盖上盖子 说句话的功夫 就要承丹了 咔咔 忽然龙沉的丹炉之上 布满了裂纹 这个白痴 这么大的火力 嘿嘿 要炸炉落 有人幸灾乐祸地叫道 轰 果然被乌鸦嘴说中了 丹炉爆了 立刻引起无数人的轰笑 不过轰笑声响到一半 就像被一刀给斩断了一半 这不可能 只见丹炉爆碎了 但是空中 一道透明的丹炉出现 包裹住那些丹叶 这是 传说中的 灵魂结炉 这个人的灵魂之力 到底有多变态啊 一时间所有人都傻眼了 纯粹以灵魂之力 结成丹炉 那只鉴于传说 在场的人 都不曾见过 就连那塔值大人 都站了起来 脸上全是震惊之色 如此浑厚的灵魂之力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要知道测试的时候 只是测试灵魂之力的品质 而不是测试 灵魂之力的浑厚程度 因为大多数人的灵魂之力容量 都大同小异 区别不大 所以就只测试灵魂品质 可是龙尘展现出的灵魂之力 实在太浑厚了 浑厚到下人 竟然可以靠灵魂之力 凝聚灵魂丹炉 光这个灵魂丹炉的消耗 就足够炼制一炉五节丹药了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方长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龙尘如此浑厚的魂力 简直就是怪物啊 没有丹炉不要紧 他方家有啊 没有寿火不要紧 丹塔有啊 龙尘那变态到 几乎无穷无尽的魂力 简直太吓人了 让方长心花怒放 火无方不禁脸色也变了 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个龙三 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家伙 如此变态的魂力 就连他都没有 如果龙尘得到方家的资助 必然会一飞冲天 给他造成极大的威胁 火无方双目之中浮现一抹利芒 呼呼呼 龙尘的丹火不断 那通明的灵魂丹炉之中 丹药正快速成形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开始凝固 玄文出现了 一道 两道 三道 五道炫文了 天 炫文还在增加 七道了 八道了 什么 这 第九道也出现了 问 忽然灵魂丹炉消失 一枚炫丽的丹药 出现在龙尘的手中 丹药光滑怒放 如叶鸣之珠 璀璨无瑕 九炫丹 所有人心头震撼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相信 这种草药 竟然被炫制成了九炫丹 那是上品丹药的极致了 然而 并无卵用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是一种冒险者常用的驱虫丹 露营的时候 防止被毒虫叮咬的丹药 有人无语道 确实无卵用 不过他这个B装的 我必须得给十分 我们这群人 脸都要被抽烂了 一人有些苦涩的道 每次出演嘲讽龙臣的时候 龙臣都会以响亮的耳光还击 一颗丹链成 嘲讽龙臣的人 脸都被打了好几次了 尤其那些嘲讽的越厉害 打脸就越狠 如今龙臣以垃圾材料 炼制出了一颗垃圾九炫丹 让无数人心中怒火生疼 这家伙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抽脸玩的 这龙三实在太牛逼了 不光耳光抽得好 这打脸也打得出神入化 让人佩服方长 对龙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递了 打脸都是连招 随着龙臣炼丹结束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眼球 原本那些想要炫一下技术的人 都演气息鼓了 直接以最老实的手法 把炼丹完成 结果一场出事 在龙臣的搅局下 雷声大 雨点小 就这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哼 哗众取宠而已 就在龙臣跟住方长 离开场地的时候 火无方身边的一人 不禁冷哼道 啪 那人刚说完 一只大手抽在那人的脸上 龙臣本来也想打的 结果晚了一步 打了个空 哈哈 被我抢先了 方长哈哈大笑道 现在方长的耳光 几乎已经成了条件反射 只要有人上前挑衅 自动跟上 速度之快 都超过了他自己的反应 方长 火无方脸色阴沉 这个方长越来越无耻了 丝毫不顾身份 说动手就动手 他手下的人被打 他如果不站出来 就显得怂了 怎么 还想再干一架 来呀 这里可不是考场了 这里干 没人管方长指着 火无方的鼻子倒 随着方长的举动 一时间火药为而弥漫 龙臣一下子乐了 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左右开弓 天啊 好戏要上演了 大家赶紧抢有利地形 原本在外围观看恋丹的家伙们 今天并没有看到想要的东西 心里有些郁闷 如今这些人刚出了考场 就剑拔弩张 不禁大喜 刘颖玉我已经开启了 我一定要拍到女丹皇的胸脯 否则我真的要死不瞑目了 一人舔着嘴唇 双目放光 死死地盯着这边 火无方心中恼怒 这方长和柴烈火 如今就像是地痞一般 丝毫不顾身份 如果真打起来 依旧是两败俱伤之局 这并非真正的战斗 无法召唤丹燕来战斗 否则太过凶险 动辄出人命 那就闹大了 而且外面有那么多人在看中呢 这样对谁脸上都不好看 可是方长和柴烈火 典型摆出了我无耻 我无敌 有种你就来的架势 哼 我们不跟一群市井流氓见识 我们走 最终火无方权衡之下 还是带着人离开了 这让龙臣有些失望 让他失去了继续踢火无方屁股的机会 而且龙臣非常奇怪 这火无方到底患上了什么样的骨头 既然会反正的自己的脚都痛了 他到底隐藏了什么 哈哈 我们也走 继续庆功 方长和柴烈火不禁大笑 看住火无方憋屈得要命的面孔 他们的心里就别提多舒坦了 众人在酒楼上胡吃喊喝 连续两次狠狠地抽了火无方的脸 彻底压制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实在让方长和柴烈火高兴 龙臣 走 我带你去挑选丹炉 再给你弄个售火 哥哥可是指望你给我长脸了 吃喝完毕 方长拉着龙臣 直奔七宝玲珑塔奔去 第662章挑选售火 龙臣随着方长 来到七宝玲珑塔 但这次走的不是正门 而是侧门 侧门前 有十几个守卫 面容肃穆的站在哪里 方长暗中叮嘱龙臣 到了这里尽量不要惹事 虽然说丹塔有火家 方家和柴家共同把持 但是最近因为丹皇大比 丹谷有强者入住 一切规矩变得更加严苛起来 龙臣这才有机会 问起丹皇大比的什么情况 原来丹皇大比 是丹塔百年一届的盛会 聚集了东荒所有 丹皇级精英强者 也是为了选拔超级天才 排名前十的强者 将会有资格进入丹谷修行 而且据说第一名的奖励 超级丰厚 会令无数天才为之疯狂 但是具体奖励是什么 每一届都不一样 反正为了争夺第一 所有人都会拼命的 让人为之疯狂的奖励 嗯 这个我喜欢 嘿嘿老天终于开眼了 见我大老远来的 也不好意思让我空手离开啊 进入大门时 方常给他们检查了腰牌 虽然他们都认识方大少 但是这个程序 是不敢有半点马虎的 放行过后 进入大殿 两人站在一处园台之上 园台立刻缓缓升起 园台下方 竟然刻画了阵法 将他们送上高处 七宝玲珑塔 第一层是大厅 负责接待各种人物 处理各种事项的地方 二层 三层则是高级丹修炼丹之所 每天都有数万丹修强者 在这里炼丹 这里只有丹皇级强者 才有资格进来 方常把龙臣是位心腹 认真解释道 数万 好家伙 这丹塔果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难怪说天下的丹药 几乎都被丹塔垄断了 这份实力太雄厚了 四层 五层 是养魂区 这里有特殊阵法 可以滋养人的神魂 炼丹疲惫之后 只需要在这里修养一个时辰 就会变得神采奕奕 灵魂之力完全恢复 丹塔有这么强大的炼丹能力 这个养魂区是功不可没的 而且这个养魂区 可以让人的灵魂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很多丹修天才 加入丹塔 都是冲住养魂区来的 长期在养魂区修养 对灵魂的成长极为有益 不过想要滋养灵魂 需要对丹塔做出极大贡献才行 第六层就是柴大少家管辖的区域了 那里是丹塔的藏宝阁 里面有丹炉 针药 寿火 各种丹修专用的火系功法秘籍 应有近有说到这里 方长脸上浮现一亩傲益 这就是丹塔弟子的自豪感 龙三 我先带你去挑选寿火 你的魂力恐怖 但是丹火太烂了 距离出赛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你必须把实力提升上来 出赛可是淘汰制的 如果你出了问题 那就遭了方大少说完 带着龙晨直奔第六层而去 哈哈 你们可来了 柴大少已经提前恭候了 原来这里是柴家负责的 他过来就是给龙晨行方便的 走 我带你们去售火库房 二人跟住柴大少 走向一条长长的涌道 涌道尽头是一座铁门 铁门足有一帐多后 需要开动机关才能打开 连续过了三道铁门 忽然间一股恐怖的热浪袭来 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 房间全部由钢铁铸铸 在墙壁上有着一个个凹糟 每一个凹槽内都有一个瓶子 瓶子内装住各种颜色的火焰 好家伙 这么多寿火 龙晨被吓了一跳 房间内数百个凹槽 每个凹槽的瓶中 都封印着一种寿火 嘿嘿 这里就是咱们丹塔的寿火库 在这里的都是寿火榜 排名前一百的寿火 除了排名前三的寿火 应有尽有 不过很多都是重复的柴烈火笑道 龙晨陡然间手臂一热 龙晨紧忙捂住手臂 龙晨手臂上的火龙 差点飞出来 龙晨感觉到火龙 好像是一头饥饿了无数年的魔兽 终于看到了肉食 要一口把它们全部吞下 小伙 先忍忍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答应你 耐心点 这些很快都是你的龙晨急忙暗中安慰 龙晨知道 小伙即需要成长的能量 但是龙晨能够提供给他的能量太过有限 最重要的是 龙晨需要修行 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喂养他 让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这次见到这么多寿火 他一下子急了 好在小伙听龙晨的话 算是忍住了 这让龙晨暗中松了一口气 龙三 这里的兽火 你随便挑 但是前提我跟你说 强大的兽火 可以让你日后炼丹事半功倍 但是强大的兽火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压制 如果你选择眼蟒灵火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一个月内 无法压制他 出赛的时候 很容易出错柴烈火好心提醒到 因为柴烈火和方长都使用的是炎蟒灵火 这是兽火榜排名第四的存在 非常强大 虽然比龙晨的凤雀子燕低一个排名 但是威力相差也不多了 龙晨的凤雀子燕根本不敢露出来 那会暴露他的身份 但是有了炎蟒灵火 那就方便多了 至于压制 嘿嘿 那简直就是一个冷笑话 有地火在 还有什么压制不了的吗 我就选眼蟒灵火了 两位大哥放心 凭我强大的魂力 很快就可以压制的龙晨极为自信的道 龙晨说着话 就去拿那个眼蟒灵火的瓶子 这里的眼蟒灵火只剩下最后一份了 慢着 忽然一声冷喝传来 一群人冲入了库房 龙晨一看 竟然是火无方 带着三个人 冲了进来 但是龙晨就像没有听到火无方的话一般 直接把眼蟒灵火抓到手中 开玩笑 老子看中的东西 那就是老子的了 把眼蟒灵火放下 这眼蟒灵火 我昨天已经预定了火无方怒道 火大哨预定了 我怎么不知道 柴烈火淡淡的道 火无方手中多了一张纸道 我昨天就把申请递交了 今天过来领取眼蟒灵火 怎么柴大哨你敢假公祭司 方长微微一惊 这下麻烦了 火无方提前预定了 那么这唯一的眼蟒灵火 就要给他了 这是丹塔的规矩 当有弟子符合要求 可以向丹塔申请 领取相应的售火 火无方身边跟住断天交 肯定是帮断天交申请的 以断天交递接九品的魂力 确实可以申请到颜蟒灵火 日期嘛 确实是昨天的 不过呢 不好意思 这颜蟒灵火 我不能给你柴烈火 淡淡的道 你敢 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去申诉 你敢破坏丹塔的规矩 火无方冷笑道 你去吧 不过我告诉你 你申诉也没毛用 因为我三天前 就已经收到了 火大哨的申请 颜蟒灵火早就被预定了 不好意思 你来晚了 你说是不是啊 方大哨 柴烈火当着所有人的面 跟方长眨眨眼睛 意图非常的明显 方长这才恍然大悟道 是啊是啊 我三天前就预定了 不好意思 嘿嘿 你们 我不信 拿出申请单来 火无方怒道 申请单在我家里 忘记拿了 晚点我会把申请单 给你看的柴烈火笑道 火无方鼻子都气歪了 这家伙就是故意的 可是谁让他柴家 掌握着这个权力呢 只要柴烈火回去后 自己弄一份申请单 然后把日期写成三天前就行了 想到这里 气得火无方脸都绿了 可是又无可奈何 好好 你们等住瞧 天骄 起风你们挑选别的兽火 火无方只好让他们挑选略微差一点的兽火了 当火无方脸色阴沉地离去时 龙臣三人对视一眼 不禁哈哈大笑 尤其是方长和柴烈火 笑得更加开心 他们很久没有如此开心过了 龙臣 我们给你护法 你来炼化眼蟒灵火 龙臣点点头 直接将兽火抽出 开始炼化 令方长和柴烈火惊害的事 那狂暴的炼蟒灵火 竟然像是被狂呕了一顿的小兔子 就那么老老实实地让龙臣吸收 连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他们不知道 龙臣有地火在身 在地火面前 兽火就像是蝼蚁面对巨龙 不敢有一丝反抗 龙臣本想炼化了炼蟒灵火后 把凤雀子燕直接喂给小火算了 但是忽然心中一动 试试能不能同时炼化两种兽火 结果龙臣惊讶地发现 由小火的压制 炼蟒灵火和凤雀子燕 根本不敢相互吞噬争斗 哈哈 小火恭喜你 你以后有两只鸡下蛋 给你吃了龙臣心中心喜 虽然小火一下子吞噬了一只兽火 会收获很大 但是长远来看 那是杀鸡趋了 不划算 龙臣催动小火 去轻轻压制两只兽火 那两只兽火 立刻吓得瑟瑟发抖 然后在龙臣的引导下 他们开始释放出一定的能量 喂给小火 他们自己的能量一损失 立刻开始吸收龙臣的灵源恢复 龙臣一下乐了 以后就让小火看住他们就行了 这样小火就能自己管理鸡群了 呼 龙臣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眼睛 同时手中忽然多出了一道赤红色的火焰 火焰之中竟然带着淡淡的波纹 燃若一道道鳞片 这太夸张了吧 柴烈火和方长惊叫出声 第663章饲养受火 柴烈火和方长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才一炷香的时间 就练化了 这特么是在开玩笑吗 或许是我灵魂之力够强吧 龙臣嘿嘿一笑 大手一伸 那火焰忽然在龙臣五指间来回跳动 没有一丝停滞的现象 无比流畅 看得两人都傻了 怪物 这绝对是怪物两人同时得出结论 嘿嘿 两位大哥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去干了火 无方大的白痴龙臣得到受火后 不忘表明立场 免得他们起妒忌之心 毕竟同位担休 他表现得这么强势 实在有些不应该 那样会刺激到二人 毕竟谁都有自尊心 这样被打击会不舒服的 见龙臣这么一说 方长心里舒服了许多 龙臣是他们一伙的 龙臣越强 对他们越有利 两位大哥 小弟有个不情之请 龙臣有些难为情的道 自家兄弟还客气什么 你说 只要大哥能做到的 绝对不含糊 方长和柴烈火拍着胸脯保证道 那个 小弟忽然发现 其实我控制着眼蟒灵活 实在是绰绰有余 我想提升一下 眼蟒灵活的威力 这样我炼丹时 就更加如虎添翼了 龙臣道 提升 怎么提升 两人不解 我想让眼蟒灵活 吞噬一些其他兽火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不知道 这个是否方便 龙臣有些不好意思道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主要是 这个行得通吗 我没听说过 兽火还可以融合得柴烈火道 要不我试试看 龙臣道 也行 反正这里我柴家说了算 这些兽火 也并不如何珍贵 只要随便写个消耗单子 抱上去 上面会补下来的 龙臣你试试吧 柴烈火道 他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想看看这个龙三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我先吞噬一个排名第七的兽火 和第九的兽火吧 龙臣也不客气 直接将两道兽火抽出 竟然开始一起练画 看得方长和柴烈火脸上的 肌肉直抽出 但是并没有阻止 直到龙臣炼化了十七种不同的兽火之后 柴烈火终于沉不住气了 那个龙三兄弟 你看看 能不能留点啊 这样下去 要是太多了 哥哥也不好交代了 十七种兽火 而且都是排名靠前的兽火 龙臣几个呼吸就吞噬一个 看得二人目瞪口呆 也心惊肉跳 柴家毕竟是管账的 如果漏洞太大 容易被察觉出来 这样有些不好办 所以才终于出声了 呼 忽然间龙臣手上出现了一团火焰 红色的火焰之中 竟然还带着一丝紫色 恐怖的高温 令人面色一变 这 这是什么火焰 变异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龙臣把眼蟒灵火 和凤雀紫燕的兽火 融合到了一起 这样的火焰 别人从未见过 不过这种火焰 外表唬人 但实际上威力 并不如真正的凤雀紫燕 而是威力 要比眼蟒灵火强大得多 龙臣这么说 就是为了告诉二人 龙臣成功了 龙臣确实成功了 连续骗了十七种兽火 加上眼蟒灵火 和龙臣自己奉雀紫燕 一共有十九种兽火了 如今十九种兽火 如同被关在笼子里的母鸡 在火龙的淫威下 拼命下蛋 拼命地抽取龙臣的陵园补充 眼下 火龙成了农场主 有了十九道兽火的拼命生产 他非常的满足 每时每刻都有火焰吃了 而龙臣晋升到了先天晋后 体内的陵园浩瀚如海 随便他们吸收 这样就不用龙臣去饲养小伙了 小伙可以自己放牧 自己自足 龙三 你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柴烈火忠于福气了 两位大哥 小弟出身贫寒 其实炼制的丹药 都是低阶丹药 高级丹药 我都没怎么接触过 对于一些高级丹药的炼丹技巧 小弟说实话 并不怎么样 你们看 能不能挤小弟 几本炼丹心得什么的 让小弟学习一下 龙臣道 借什么 咱哥们不就是管这块的吗 这样 我把你带进秘籍阁 只要你不把里面的秘籍带走 里面的东西随便你看 各种炼丹心得 前辈笔记 多如牛毛 柴烈火非常的爽快 直接把龙臣带进了秘籍阁 这里方圆千丈的书架上 放满了各种炼丹心得 让龙臣不禁欣喜若狂 直接开始研读 见龙臣如同丹蚩一般看书 柴烈火和方长也不打搅龙臣 直接去外面等候龙臣去了 见二人走后 龙臣直接把手中的某某一声炼丹心得 往书架上一丢 这垃圾玩意 也好意思写出来 这秘籍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炼丹心得感悟 都是前辈们撰写的 一部分是各种丹方 都是高级丹方 但是并非什么绝品丹方 龙臣也没兴趣 龙臣最感兴趣的是那一片烈火战绩区域 龙臣脑海中有丹地记忆没错 但是丹地记忆是残缺不全了 除了炼丹技巧和丹方外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龙臣明明是一个强大的丹修 但是对于丹燕战绩 却接触的非常少 明明有恐怖无边的丹火 却用最粗浅的方法跟人家战斗 龙臣自己都有点脸红 火云翼 丹火化翼 翱翔天际 好家伙 这不是战绩 这是术法 这是宝贝啊 这个我要学龙臣不惊狂喜 手中竟然是一本术法秘籍 普通的功法战绩 分为天 地 人 三阶 但是这三阶 只是针对仙天际以下的修行者 仙天际以上的修行者 可欲用本身之气 引动天地之力 幻化出各种符文 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这样的攻击 已经脱离了战绩的范畴 而被称为术法 术法是不分高低等级的 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准绳 说谁高谁低 主要看谁能够掌握得更好 到了仙天际之后 人就好像是一段隐性 负责点燃天地能量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 术法就是隐性 关键是你引动的能量多少 那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 好家伙 有了它 就算我不用晋升到屁海境 也可以飞上天空啊 哈哈 召唤出一对火翼战斗 简直太帅了 龙晨笑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这次单塔来得太直了 本来龙晨最终目的是 凝聚供给星辰的药材 但是现在与方长和柴烈火刚刚熟悉 还不能这么快 直接去药材库房 最重要的是 龙晨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不过目前未知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不光得到了一大批受货 还能休息到火系树法 这简直让龙晨心里 都要乐开花了 忽然龙晨心中一动 急忙闪身奔回自己 原来看书的位置 姿势都没变过 依旧全神贯注的演习 龙三 要不你先看住 我们有事先走了方长道 但是龙晨却如同石头一般 一动不动 根本就没听见他们的话 两人对视了一眼 直接出去了 这个龙晨 不光是一个怪物 还如此勤奋 将来一定会成才 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重情重义 为了一犯之恩 就敢跟火家对助干 我们算是捡到宝了 方长边走边到 把龙晨留在了密集阁 吩咐人守着 如果龙晨出来 就带到住处去 毕竟那边各自 还有一大批人 他们要拉好关系 而且还需要跟家族 汇报一些动态 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能光陪着龙晨 你算捡到宝了 我这心呐 真是羡慕妒忌恨啊 柴大哨有些酸酸的道 方长没好气的道 拉倒吧 妒忌个毛 就以你我的天赋 递接七品的魂力 根本经不了丹谷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通过龙三 把火家干掉 火家如今太嚣张了 不可老老实实做销售了 已经把手 伸进了我们两家的地盘 如果再不反击 我们就要被他们给灭了 如今龙三的到来 如果他能够拿到 单黄大笔第一 荣耀是我们两家的 等龙三进入了单谷 我们里应外合 灭掉火家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咱们为什么被火家压着 还不是因为 他们火家单谷有人 如果龙晨也进入了单谷 我们再把火家 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 一起多露出来了 龙三到时候 在单谷帮一下忙 拿下火家 还不是轻松的事 那时候 丹塔还不是咱们两家的 我炒他们的大饼 我看看谁 还敢说干柴烈火 来日方长 不把他脑袋打碎 塞进屁股里 我就不信方 得得得 这两句你就别提了 听着我的火就特别大 这个龙三确实不错 人很实在 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我们的投资 绝对会百倍赚回来的 柴烈火道 不过不得不说 火家的王八蛋 这些年暗地里 赚了那么多钱 一个铜板都没分我们 你看到没 不管是驱毒换骨 还是他手中的地龙金炎 如果是我们两家 都要拆房子卖地了 他们却没咋地 马德 既然还在出事上 鄙视我们 用我们辛苦练出的丹药 出去赤回扣 然后再来鄙视我们 草他姥姥的 方长怒道 行了 行了 大家都一肚子火 但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们回去 好好筹谋一下 看怎么能好好利用 龙三这把刀 同死火架 时间过得飞快 龙臣正拼命地研读 那些火系术法 忽然芳长的声音传来 龙三 出来吧 马上要出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